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抵解中毒,危在旦夕。 娘家派来的丫鬟刚说完, 我听到身后悲战落地的声音, 一直镇定的夫君顾婷安忽然慌了手脚。 安音他怎么呢?快带我去看看。 我正然地看着他飞奔出屋的背影, 只觉天旋地转,眼前发黑。 我追随顾婷安的身影,回到了云家。 抵解云音半年前才被父亲从赵家接回来, 只因他的夫君病逝。 此刻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 娇好的面容灰白一片。 顾婷安正掐着太医的脖子, 怒吼,什么叫无回天乏术, 今日你必须把云音治好。 太医愁愁, 微臣倒有一个方子可视, 就是此药极其劣性, 弄不好会伤及性命。 云小姐此刻体弱, 须体质相似之人是药, 方可判断他能否服用。 屋中一瞬间安静下来, 我正欲退出房间, 云音的婢女发现了我。 她跪爬到我面前。 三小姐, 你和大小姐是亲姐妹, 体质肯定相似, 求求你救救她呀。 室内人皆回头看我, 顾婷安也抬眸望向我。 她的目光里有万千种情绪, 似有哀求, 有为难, 唯独没有新婚那日的坚定。 阿柔, 既然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此生我定然不会赴你。 我听到自己故作冷静的声音, 有孕妇人服用此药可否。 太医大惊, 自然使不得, 有孕妇人服用此药不光会滑胎, 以后也很难有子嗣的。 顾婷安眸里闪过一丝挣扎, 我清晰地看到她嘴唇吸动。 阿柔, 阿姨是你的姐姐呀, 你要救她。 孩子, 孩子你以后还会有的, 太医只是说很难再怀。 我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了, 也死了。 一个时辰前, 我才欣喜万分地告诉她, 停安, 我们有孩子了。 一向喜怒不余色的她, 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 阿柔, 真的吗? 太好了。 嫁给顾婷安已经三年, 我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婆母因为此事, 万般为难我, 顾婷安却挡在我面前。 是我新年在战场受了伤, 身子不太好, 不怪阿柔。 我替她委屈, 明明是我公寒的原因。 顾婷安白白担了个不太行的名声, 成为精中笑柄。 她却不在意, 阿柔, 只要你知道我很行就好。 我又闹了个红脸。 先前柔情的她和现在陌生的她重合在一起。 汤婉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热气翻腾。 我后退欲逃, 顾婷安却伸出手紧紧, 孤住我的腰。 将我往她怀中一带。 如此轻易的姿势, 却不是因为恩爱。 我拼命挣扎, 却怎么也无济于事。 也对, 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怎敌得过战场拼杀过的大将军。 苦涩的药汁拼命涌入我的嘴巴里, 喉咙中, 还有心中。 我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太医输了一口气, 看来此药不能令人丧命, 快给云大小结胃一碗。 猛然, 我的身子被人放开, 落在地上。 身下湿漉漉的, 刺眼的红植冲脑门。 我顿时眼前一黑, 陷入无边黑暗。 跌入黑暗前, 我还听到有人激动地叫喊, 阿姨你醒了。 很快, 那人的声音就变得惊慌。 阿柔, 阿柔。 等我再次睁眼, 却躺在未出隔睡的床上。 门外有人小声说话, 都怪我没有防备, 丫鬟听了赵家人的唆使, 竟然给我下毒。 连累得阿柔的孩子也掉了。 云音的声音满是愧疚。 顾廷安叹了一口气, 阿姨你也是受害者, 怪不得你。 阿柔若是心中有怨, 就让他冲我来吧。 安静片刻, 屋门被推开。 顾廷安看到我醒了, 眸中情绪复杂, 似乎愧疚又似乎心疼。 我无意探究, 只问, 什么时候开始的? 顾廷安, 我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云音? 剩下的话语我说不下去了, 可我的心却在真切地感受, 宛若刀脚。 顾廷安看到我满脸的泪水, 瞬间慌了神。 她将我拉入她的怀中。 阿柔, 你别误会, 我只是不忍看阿音 就这么在我面前死去。 你不要怨她, 都是我的错。 我心中大痛, 却没力气挣扎, 张嘴对着她的肩膀 狠狠咬下去。 只有她露出一样痛苦的神情, 我身心的痛感才减轻一点, 但也只是一点点。 顾廷安咬牙皱眉, 身子却纹丝未动。 阿柔, 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些, 你用力点。 你走吧, 我要休息。 我放开她, 忽然觉得这一切很没意思。 屋中又恢复安静, 我紧紧捂住嘴巴, 不让喉间的乌叶声传出, 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 那种被背叛被伤害的悲痛感, 紧紧裹挟着我。 此刻一个清晰的念头, 划过我的脑海, 我要离开。 这时, 系统凉凉的声音响起, 宿主, 这个世界满二十周岁, 是你脱离的最后一次机会, 要执行吗? 还有三个月, 就是我二十岁生辰了。 执行吧。 我此次任务, 是体验古代官家庶女的生活。 做了两年谨小慎微的云柔后, 任务完成。 系统要带我回去那日, 恰逢顾亭安来云府求亲, 我隔着屏风, 只看到一个高挺的身影。 她似乎发觉了我, 竟然歪着头, 透过屏风的缝隙朝我眨了眨眼。 这一眨就到了我心里。 那一刻, 我忽然想留下来。 我撑起身, 走到院外, 听到有人说话。 是顾亭安的声音。 阿音, 你身子刚好, 武剑不须急于求成的。 云音曾经是经中有名的才女,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尤其是剑, 他舞得极好, 飘逸自然, 行云流水。 不说顾亭安, 连我都看吃了。 此刻他穿着一袭修身白衣, 白玉腰带勾勒出窈窕的身段。 阿音, 你这个动作可以再利索一点的。 顾亭安握住云音的手, 两人身子紧贴, 两只手交叠着, 力索地捂出一朵绝美的剑花。 剑锋最后停在指向我的方向。 顾亭安下意识松开云音, 云音却坦荡一笑, 妹妹, 妹夫正在指挥我剑法了, 你千万别误会。 顾亭文言, 神色舒缓, 他走上前欲搀扶我。 阿柔你好些没, 怎么下床呢?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 顾亭安皱眉, 伸手来摸我的脑袋。 以前我们俩闹别扭, 他也总是好气又好笑地揉我的头发。 别闹了阿柔, 咱们现在就回家吧。 回家? 家在哪儿? 还有家吗? 我缓缓掏出和离书, 顾亭安面色这才一变。 阿柔, 你, 你怎能如此, 都说了是误会? 顾亭安面有不耐? 我对情爱早就看淡了, 余生只想留在家中陪伴父亲。 如果因为我, 你和妹夫生了间隙, 那我万死难辞其咎。 也是, 挂妇门前是非多, 我或许就不该活着。 云阴面容暗淡, 话语中隐含泪意。 顾亭安的眼神颤了颤, 阿阴, 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我自嘲地笑了笑, 爱的最高境界果然就是心疼。 父亲不知道从哪里走出来, 他对我招手, 云柔跟我去书房。 父亲从今年开始, 每隔三五天便招我和顾亭安回府用膳。 用膳后, 父亲都会把我单独留在书房替他磨磨, 一磨就是一两个时辰。 我还纳闷? 以为是我嫁的高门, 所以他对我忽然另眼相看。 如今想来, 只是给嫡姐和顾亭安创造机会罢了。 云柔 我们云家百年轻贵, 除了死, 没有合理一说。 父亲是担心我前脚与顾亭安合理, 嫡姐再嫁过去的时候会遭人诟病吧。 你, 放肆。 父亲面上浮现被揭穿心思的恼怒。 他喝了一口茶, 缓声道。 五年前, 顾亭安还是小将的时候 曾来向云音提过亲, 但因为他官职卑微, 我拒绝了。 后来他因军功封侯, 云音却已嫁作赵家父, 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求娶你。 所以是你抢了本属于云音的东西, 这是你欠他的。 我在无力支撑, 爹坐在椅子上, 我以为他是忽然对云音起了心思, 原来更早他就对他情有独钟了。 听到父亲同意他求娶我的时候, 我心中是欢喜的, 家是好人口少, 还是钱力股, 重要的是长得也不赖。 而我只是云侍郎家的小小树女, 得此加续, 我还得意识穿越女自带的光环使然。 无数个深夜, 顾婷安常常喘息着亲吻我的眼角。 阿柔, 你的眼睛让我最为沉醉, 真想永远陷在其中。 而我和云音最为相似的地方, 就是这双碱水秋桶。 父亲并不在意我的失态, 他更关心其他。 云柔, 你若是坚持何离。 你生母刘姨娘以后在府中的日子, 父亲手中的毛笔踏踏踏一声折断。 我提前回到了侯府, 窗台上依靠在一起的陶瓷小人, 茶几上我定制的水杯刻着一生一世, 这一切诉说着甜蜜的过往。 原来一直只有我一个人沉浸在这场爱的骗局中。 丫鬟小菊心疼地看了我一眼, 我目之所及之物都被他默默地收了起来。 别藏了, 都丢了吧, 该慢慢告别了。 顾廷安迟迟没有归来, 出门一会的小菊又气冲冲地返回。 夫人, 侯爷他太过分了。 怎么呢? 我有些漫不经心。 原来顾廷安刚出了云府大门, 就碰到了赵家人。 云音, 你既然嫁到我们赵家, 就该为夫君守一辈子寡。 云音怒道, 是不是我死在你们赵家, 你们才满意? 你一个寡妇赖在娘家, 云家其他姑娘名声还要不要? 对啊, 难道还想二嫁出去, 哪个好人家会娶一个寡妇? 围观的人不少, 指指点点。 云音被人议论, 脸面尽失。 好, 我这就搅了头发做姑子, 你们可满意。 云音说完, 夺过护卫的剑, 欲割发。 顾云安也在场, 怎么会让云音剃发? 他踢飞了他手中之剑, 把他拥入怀中, 并大声向众人宣布, 谁说没人会娶他, 本侯爷就娶, 并且风风光光的, 八台大轿地娶, 到时候你们睁大狗眼看。 人群中有人大赞, 顾亭安有骨气, 真男人, 不惧世俗。 赵家人畏惧他这个新贵, 灰溜溜地走了。 假如我在场, 定也要夸一句, 好一个英雄救美。 如果我不是他妻子的话, 顾亭安急急来到 我的谣心院解释。 阿柔,你别多想, 先前那个局面 我只能那样应对, 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姐姐 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吧。 对啊,他不能, 我却可以。 所以你接下来打断怎么办? 我偏头问他。 顾亭安一愣, 似乎没想到 我会问这个问题。 你打算什么时候 八台大轿迎娶云音? 你今日当众所言, 估计已经传遍整个京都了。 顾亭安无奈, 叹息, 怪我思虑不周, 只想着姐眼前困局。 我站起身, 走到窗边, 看着三年前 我们共同守直的桃树 已经结了些许青色的小桃子。 阿柔, 以后让咱儿子爬树摘桃子, 咱闺女摘桃花, 我俩就等着吃, 长得愁想倒霉。 是谁夜里勾着我的脖子, 说, 亭安你真好看, 你混蛋啊。 我仰起拳头, 对着顾亭安猛锤几下, 泥巴弄得他满身都是, 他却丝毫不恼火, 只抱着我哈哈笑。 如今桃子已接, 只是再也不会有爬树小儿了。 我重新坐到他对面, 抬手抚平他紧皱的眉角。 亭安, 你就娶他做平妻吧。 顾亭安眼眸睁大, 愣愣地看着我。 阿柔, 你是认真的? 我催然一笑, 正如你所言, 她是我的姐姐, 我也不忍心看她下半辈子 活在流言当中。 你怎么舍得呢? 顾亭安的眼睛瞬间亮起来, 烫得我心一缩, 阿柔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我点头, 顾亭安细细打亮我的脸色, 见眉异样, 似乎这才安心。 阿柔, 我保证我以后只有你, 阿因只能做我名义上的平妻。 我这就去告诉阿因。 顾亭安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哼着却出门。 小菊, 快打水给我敬面, 快! 我几乎是吼着说出来。 婆母小户出身, 对银钱极为看重。 父亲投其所好, 给云音陪嫁了不少家当。 婆母卖力操办亲事的同时, 还不忘在下人跟前挖苦我几句, 整天病奄奄的。 哪能生出孩子啊, 也只有我那个傻儿子要他。 他们大婚那日, 侯服喜气一片, 好生热闹。 我身子还没养好, 推脱了一切需要我出席的活动。 天擦黑的时候, 原本该入洞房的顾亭安来了我这里。 她特地把新郎服换成普通家常服。 阿柔, 我可以睡在这吗? 她见我不吱声, 便顺势躺在我身边, 贴着我的后背。 她像以往一样伸手来摸我的脸颊, 入手湿漉漉的一片。 她惊得坐起身来, 阿柔, 你别哭啊, 你别难过, 求你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她胡乱地擦着我脸上的泪水, 语气哀求。 我睁着泪眼问她, 停安, 你说过此生唯有我们二人相伴的, 为什么要变卦? 本来我的孩子今日该满三个月了, 她本来可以好好长大的。 停安, 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是噩梦, 快点醒来啊。 我趴在她怀里, 泣不成声。 阿柔, 阿柔, 对不起, 对不起。 顾停安与吴伦次, 面露哀气。 对啊, 凭什么要我独自面对痛苦? 第二日, 云音终于忍不住了, 她身边的丫鬟来扣院门。 侯爷, 殷夫人舞剑不小心伤了手, 受伤了就喊大夫, 顾停安不耐烦, 殷夫人不愿意让大夫瞧, 说, 说, 反正也死不了。 顾停安把手中的书一丢, 不知道是因为愤怒还是心疼。 阿柔, 要不我去去就来, 她抬眼望我。 我把一杯茶放在她跟前, 夫君喝杯热茶再去, 晚上寒气重。 顾停安似乎想安抚我, 她把茶一饮而尽, 握住我的手, 极其认真地说, 阿柔, 不许先睡, 记得等我。 我抽回自己的手, 朝她笑道, 夫君快去吧, 不知姐姐如何呢? 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把杯中剩下的茶水倒了干净, 小菊迟迟不肯关院门, 关上吧, 她不会回来的。 小菊嘟着嘴, 还是关上了门, 果然, 一夜安眠。 我掐指一算, 离我的生辰日, 似乎就差三十天了。 这日子过得可真慢啊。 早上, 顾停安来看我的时候, 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灶脚香。 阿柔, 昨晚太困, 就在宁香院睡着了。 她似乎在向我解释, 我正在给桃树浇水, 幸亏你没过来, 不然打扰我的好梦。 我语气平淡, 好似再说一件 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她试图转移话题, 阿柔, 你不是说, 有空一起, 要去寺庙上香吗? 她话音刚落, 对上我淡淡的眸光, 她眸子有一丝慌乱。 那日我告诉她, 我有了身子。 我说, 停安, 我们明日去山上, 尽乡还愿, 感恩这个到来的小宝贝。 不行, 有孕妇人不宜走动太多, 等你这胎稳了, 我定陪你去。 我刚说完, 云家下人就带来了云阴中毒的消息。 我丢下给桃树浇水的小桶, 看了一眼天空, 都给我泪出汗了, 咱们到屋里坐吧。 好。 我又给顾婷安泡了一碗茶, 她似乎心不在焉, 不知不觉喝了好几杯。 我割下笔, 对她说, 我身子还没养好, 晚上一人睡似乎才踏实。 行, 你盖好被子, 别着凉了。 我不禁望向她, 我以为她会出言拒绝一下。 不过这样也好, 不是吗? 顾婷安被我盯得不自在, 她眼底生出怒气。 阿柔, 男子三妻四妾本就正常, 既然我娶了阿阴, 让她独守空房本就不易, 同为女子又是姐妹, 你该替她想想。 夫君说的是, 是我不该妄想的。 顾婷安深深看了我一眼, 大不离去。 我独自去了寺庙, 祈求我的孩儿, 来生有一对疼爱她的父母吧。 寺庙中, 有一棵百年的菩提树, 上面挂满了祈福的红纸, 风把红纸吹得飞扬起来, 也吹来熟悉的声音。 庭安你知道吗? 我刚嫁入赵家, 她身子就不好, 走路都吃力, 我做梦都想有个孩子。 云音正把写了字的红纸递给顾婷安。 她稍微一点脚, 祈愿的纸就挂在枝干了。 爱音, 你会如愿的。 我转身之际, 听到她低沉又温柔的低语。 顾婷安来我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因为我总算有很多打发她走的理由。 当然她若坚持, 我也是没办法的。 我落了个轻松自在, 有时会跑到云府小门处找刘姨娘说说话。 刘姨娘待我极好。 做云府庶女的那两年, 刘姨娘总是接绣活赚钱, 就为了我能穿的体面点。 刚入秋季, 我的喘疾似乎又犯了。 成亲第一年, 顾婷安知道我有喘疾, 有时候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后来他为我四处寻访名医, 求各种天方。 之后我竟然很少再犯。 如今还未到冬季, 我的喘疾竟又复发了, 而且来势汹汹。 我在小菊的催促下, 皱眉喝下一碗药, 去了婆母院中。 今日可是中秋佳节, 要团聚的。 屋里面传出欢声笑语。 云音在给婆母说着 名下铺子盈利的账目。 顾婷安时不时地插上一嘴, 还有丫鬟在插科打混, 好不热闹。 我一进去, 气氛就变得微妙起来。 用餐的时候, 云音忽然用帕子捂着嘴干呕。 婆母一喜, 你是不是有了? 云音羞涩点头。 婆母轻哼一声, 我就说我儿子身子骨好着了, 有些人明明自己生不出孩子, 还赖旁人。 我剧烈地咳嗽, 打断了他的话。 帕子上竟然有一点烟红。 拿, 拿我帖子去请太医。 顾婷安慌乱的声音都变了调。 我有气无力地靠坐在床榻上, 听着外间太医的低语。 夫人病已入骨髓, 不好好医治, 恐会丢失性命。 我告诉系统, 我怕疼怕冷怕热, 所以他给我选择了病死。 我不知道顾婷安听了太医的话会如何, 只是他到了晚上才来看我。 他脚步亮腔, 面色有不自然的苍白, 连声音也虚弱几分。 阿柔, 喝了药你就能好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药端着我面前, 这似乎唤醒了我不好的回忆。 我惊恐地抱着被子往后缩, 求求求你, 我不喝, 我要保护我的孩。 顾婷安面容大痛, 瞬间红了眼圈。 阿柔, 乖, 这是给你治病的, 你喝完就能好。 真的吗? 你没骗我, 我若骗你便不得好死。 我在顾婷安满是期待的目光中, 喝完了药。 他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他又似乎很累, 斜靠在美人踏上睡着了。 我看着他熟悉的眉眼, 还有, 还是胸口刚结的吧。 太医离去后, 顾婷安去找了以前, 给我医治喘疾的民间郎中。 以心头血为药引, 或许病人有转机。 顾婷安没有片刻犹豫, 挥刀朝向自己。 我摸着他睡梦中依然紧促的眉, 顾婷安你为何要如此呢? 本来我对你已经心灰意冷了。 我的手被人握住, 顾婷安惊醒。 阿柔, 我刚做了个噩梦, 你和我说你要永远离开我。 我还未曾说话, 他又急急解释, 阿柔, 先前都是我的错, 我才明白我不能没有你的。 阿因, 我保证只让他生一个孩子就好, 侯府将来也需要人继承的。 我淡淡笑道, 好。 顾婷安如蒙大赦, 似欣喜又如同激动。 一连几日, 顾婷安都守着养定的我。 云音终于按捺不住了。 云柔, 你别以为自己装死, 就能骑在我头上。 我的孩子将来会继承整个侯府, 而你一辈子无所处。 后半身你只能在我孩面前讨生活, 就如同你出格前, 必须看我母亲脸色过活一样。 序女注定一生只能卑贱地活着。 小菊, 去厨房拿食盒, 我饿了。 大发走小菊, 我才正眼看向云音, 云音得意中带着争宁, 不似往日般从容大方, 或许这才是她真实的面目。 是吗? 夫君说, 你生下的孩子只管叫我娘亲。 云音将信将疑, 或许想到顾庭安近日对她的冷落, 面色又惊疑不定。 我的淡然从容似乎刺激了她。 她高高在上惯了, 怎容地挨我一分。 她露出一记阴冷的笑, 你以为她真心爱你吗? 我只是试探一下我在她心中究竟有多重要。 我赌赢了, 她为了我, 连你的孩子都不顾了。 哈哈。 所以你是故意中毒的, 我看着窗外, 声音却因气愤而发抖。 云音得意, 你不知道吧, 我受够了和顾庭安舞剑弹琴的日子, 我更需要一点实际的东西。 云音, 你真恶毒, 我看错你了。 顾庭安忽然冲进屋, 面上又气又怒。 云音面色大变, 惊恐地望着顾庭安。 来人, 把音夫人关在自己院中, 再不许出来。 云音被堵上了嘴, 屋子只剩我和顾庭安。 对不起阿柔, 是我害了我们的孩子。 顾庭安坐在地上, 一脸挥败。 没关系, 已经过去了, 我安慰他。 对啊, 我都要走了, 这里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 顾庭安感激地抱住了我。 阿柔, 忘了一切,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庭安, 和我成婚这三年,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娶的不是我该多好? 阿柔, 去你家提亲的那一刻, 我看到躲在屏风后的人, 心中就认定你了。 我自是信他的话的, 那些真情流露的过往, 人也不能真的伪装三年, 只是采云一岁流离翠罢了。 阿柔, 等云音的孩子一生下来, 我就把他赶出府, 孩子抱给你养可好。 我没回答这个问题, 我说, 三日后是我的生辰, 我想陪刘姨娘一起过。 都依你, 你去云府, 晚上回来我再给你过生辰可行。 我看着他, 认真点头, 好。 这两日顾庭安很忙, 我知道他是忙着吩咐下人, 给我准备生辰日的惊喜。 这些日子我也没闲着, 我找人给小菊消去了奴籍, 还在他名下放了个小铺面, 后半生大概能衣食无忧。 如果我有一日不在了, 你一定好好过。 小菊急哭了, 不, 奴婢是刘姨娘捡来的, 一辈子都跟着小姐。 这个傻丫头以为我在赶她走。 我猛然咳嗽了几声, 帕子上有红色的星星点点, 我把帕子藏了起来。 生辰那日, 顾庭安忽然改变主意 要陪我一道回云府。 我定定看着她, 直到她不安地垂下头。 阿柔, 答应我那些不愉快, 都忘记好不好。 我玩儿, 像从前一样和她撒娇, 夫君可给我准备了生辰礼。 她立刻眉眼含笑, 先不告诉你。 我也给夫君准备了礼物, 就在东边第二个小柜子中, 我把钥匙带走了, 等我回来就交给你。 我猜猜是什么, 她来了兴致, 又是给我画的小像。 我朝她眨眨眼, 像以前很多次捉弄她之前一样, 不告诉你。 阿柔, 早点我回来, 你身子应该养好了, 今晚我想陪你。 顾亭安忽然在我耳边滴雨, 声音带了丝蛊惑。 我低下头, 羞红了脸。 阿柔, 过完你的二十岁生辰, 我们重新开始吧。 顾亭安在我额头轻轻一点。 对, 重新开始。 各自开始新生活。 我应声, 好。 马车走了, 风掀开车帘子, 我回眸看了她一眼。 她也露出一个笑, 用嘴形和我说, 早归, 不要耽误正事。 新婚洞房那一日, 顾亭安的仇家, 竟然埋伏在新房中。 她擒拿仇家的时候, 一枚暗器直冲她脑门, 躲在一旁的我, 我想也不想挡在她前面。 幸亏她投去剑, 打偏了暗器。 事后, 仇家被抓获, 她抱着我感叹, 我的傻姑娘, 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夫君, 话以后再说, 咱不能耽误正事, 天快亮了。 她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将我压倒。 刘姨娘早就在云府小门那 翘首以待了。 姨娘, 你曾说过你的老家在南方, 那里气候适宜, 特别适合居住, 是吗? 一提到家乡和亲人, 一向寡言的刘姨娘 滔滔不绝起来, 眉眼也变得轻快。 半晌, 她见我神色为米, 咳嗽不断, 但又道, 你可是喘急又犯了。 你十四岁那年, 就因为你不小心踩了大小节一脚, 他就把你推入水中, 自此你落下喘急, 老爷却轻描淡写地接过去了。 原来如此, 原主就是这样允命的。 云音, 接下来我对你所做之事 都是冤有头债有主了。 我说有点累, 躺回了床上。 刘姨娘给我盖好被子, 悄悄退了出去, 半睡半醒间。 一阵窒息赶袭来, 我忽然漂浮起来。 我低头看到自己的身体, 却静静躺在床上。 我在这个世界终于死了。 我以为自己会立刻回到现在的世界, 身子却飘到了顾府。 系统解释, 主人出现了点误差, 你先等等。 顾府中, 顾婷安正命令下人布置我的院落。 桌上有一大桌菜, 我爱吃的大闸蟹足足有一大盘子。 这东西兴凉, 等会要让阿柔少吃点才是。 顾婷安喃喃自语, 又去看小厮准备的烟花。 他站在桃树下, 左等右等, 也没等回我。 桃树掉下一颗腐烂的桃子, 正好砸在他头上。 他似乎这才发现, 桃树已经开始枯萎。 顾婷安面上惊疑不定, 他策马赶来了云府。 听刘姨娘说我正在午睡, 他松了一口气。 阿柔, 你怎么午睡也要赖床。 他雀跃的声音 在推开门的那一瞬间, 戛然而止。 我看到他指尖颤抖地叹我的鼻息, 震惊, 惊恐, 悲伤。 巨大的情绪将他包裹了, 他有一瞬间的失语, 只能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很快大家都知道我死了, 死于可及。 顾云婷把我的尸体 安置在我们曾经的床上。 你们小声点, 阿柔要休息。 惊恐的下人都被赶出了屋子。 小菊终于理解了我的话, 哭得尤其大声。 我叹了一口气, 却安慰不了他。 顾亭安躺在我身旁, 低声呢喃。 阿柔, 我给你准备的生辰礼, 你还没看到了, 你说在你的梦里相爱的人 会依偎在一起看烟花。 很美的。 对, 生辰礼。 我看着顾亭安在我袖子里摸索, 直到摸到一把钥匙。 我激动起来, 顾亭安快去看看我给你的惊喜吧。 顾亭安打开抽屉, 发现了一个盒子。 他急迫地打开盒子, 里面有几张纸。 他一张张翻开, 脸色越来越差, 直至铁青。 云音正看云侍郎 偷偷给他烧的信。 因儿, 他已死, 你若早日生下孩子, 做侯夫人的日子 只日可待了。 云音的笑容还没占开, 就被匆匆进屋的顾亭安 推扫在椅子上。 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我的? 侯爷, 当然是啊, 侯爷, 云音大惊。 我喝了好酒的绝四茶, 根本不足以让你怀上身子。 云音面色大变, 急着解释, 顾亭安压根不给他机会。 他甩出几张按了手印的纸。 你身边的刘嬷嬷都招认了。 你嫁给我之前, 曾经让他给你找个年轻男人到你院中, 可有此事。 云音跪下, 侯爷, 这个我承认, 因为经中传言你, 身子不太好, 但我什么也没做呀。 这件事还是刘姨娘告诉我的。 因为担心云音以嫡女身份 嫁给顾亭安会欺辱我, 便时刻盯着云音。 不巧正好撞见刘嬷嬷, 鬼鬼祟祟地带人去云音屋中。 刘嬷嬷被我威胁, 在口供上画了牙。 你这个贱人, 休想再一次欺骗我, 我不会让这个孽子声在我们顾家。 顾亭安正在气头上, 云音惊恐地看着顾亭安手中的药碗。 他像我当初那样, 被强迫惯了药, 又如同我一样, 惊恐地看着身下的一滩血迹。 他尖叫起来, 壮若疯癫。 顾亭安失魂落魄地 坐在我的尸体身边。 他又哭又笑, 阿柔, 我说你怎么会忽然学会泡茶了? 也罢, 是我欠你的, 我害得你再也无法怀孩子。 我在他耳边说, 你太冲动了, 我泡的茶你要喝好酒才会有效果。 云音的腹中就是你的孩子啊。 当然他听不见。 云音是想过早点生下孩子成为正事, 他岂会真的甘心据我之下。 刘嬷嬷也带过男子去他屋中, 但他很快改变主意了。 他想赌一把, 不过他赌赢了, 可是后来却又输了。 输给我这个死人。 顾亭安这段时间经历了大怒, 大悲, 大喜, 又因为我的忽然去世, 压根静不下心来调查具体真相。 云音被修弃回了云府, 赵家人却拿出了他暗地里 给赵家儿子下药的证据, 本来他的夫君还能多活几年的。 真恶毒, 连自己夫君也杀。 云音即刻恶名昭著, 被关入大狱。 云是狼想营救他, 却被一众官员孤立, 自顾不暇。 这其中当然有顾亭安的手笔。 云家因此败落, 下人走得走, 逃得逃。 刘姨娘带着小菊回到了江南, 那里有她思念已久的亲人。 我想我在这个时空漂浮了这么久, 该回去了吧。 我又听到顾亭安在唤我。 阿柔, 和你朝夕相处的三年里, 我早就爱上你了。 那日随你归宁, 你在你父亲书房, 我觉得无趣便到处走走。 忽然听闻一阵琴音, 我追随琴音而去, 琴音已消, 只见一袭白衣倩影, 轻盈如燕, 手中长剑, 划出漂亮的剑花。 我看得正起劲, 忽然五剑之人脚下一滑, 我下意识飞奔而去, 扶他立吻。 等看清他的面容, 我心一跳, 竟然是他。 顾亭安将我目前的酒引尽, 继续说道, 我很清楚他是故意的, 我连忙告辞, 却又从云中下人口中 得知了他的处境, 曾经高高在上的他跌落至此, 我心中有骨道不明的情愫。 后来明知你回云府, 是有人故意为之, 我却暗自欣喜。 我对他情意最浓的时候, 他却中毒了。 我一下子又慌又怕, 但心里又觉得你是离不开我的, 毕竟我俩过往那般情深。 顾亭安长叹一口气, 剩下的话没有再说, 我也不想听了。 一阵眩晕感袭来, 我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拉扯, 一阵强光照上我, 等我再次睁眼, 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小千, 你昏迷了六天, 终于醒了, 谢天谢地。 身边有激动的声音传来, 我扯了扯嘴角, 六年六日, 弹指一挥间, 恍若大梦。 我康复出院的那天, 做了一个梦。 顾亭安被朝廷派去剿匪, 他不要命似的, 以一笛时。 胜利大规的时候, 天降暴雨, 雷鸣电闪。 一道雷好巧不巧劈中他。 我顾亭安此生若是负了阿柔, 避天打雷劈。 别瞎说, 会灵验的。 灵验才好, 我不怕的。 故事二, 古风故事, 医女的报复, 晚安。 柠檬短篇小说, 文章转自网络, 如有侵权联系, 吉山作者, 橘子没求。 景浩常文创作激励计划, 景浩。 我娘是宫里最好的接生婆, 却被公主丢进装满独蝎的大桶里。 只因皇上同妹妹芸汐公主不伦, 却不许她有孕。 公主是嗜血疯子, 极度生子的嫔妃又不好发作, 便让我娘浑身溃烂, 疼到溺死于自己的血水中。 后来, 我怀揣生子秘方, 来到公主面前, 轻生蛊惑。 奴婢有法子, 包您生下健康聪明的儿子。 图缘网络, 侵权删除。 我照例到御花园清扫地面, 秉替县令女儿, 入宫当洒扫宫女两月余。 案管是嬷嬷的说法, 整个皇宫我都扫过一遍, 可我始终没找到芸汐公主的寝宫。 她究竟在哪儿? 我想得入迷, 梅留神身后有远极近的急促脚步声。 接着, 后脑勺被什么东西狠狠磕了一下, 我不受控制摔倒在地, 脑中嗡嗡作响。 我缓了片刻, 勉强用胳膊刚支起上半身。 火辣辣的巴掌立刻扇歪我半边脸, 头顶响起年轻女子的怒斥, 没长眼睛。 看到我过来, 还不让开。 铁锈尾瞬间充斥口腔, 我舔着破溃处没着急开口, 疼得燃起一阵希望。 当差这么久, 还没见过如此跋扈不讲理的人。 她会不会就是我要找的人? 想到这我缓缓起身站稳, 垂眸不露声色, 打亮面前的人。 粉红宫女装, 不可能是芸汐公主。 希望火苗瞬间熄灭。 我习惯性吸了吸鼻子, 闻到她手中的药包味又来了精神。 红花, 桃仁, 摄香。 全是婢子药材。 据我所知, 皇上子嗣单薄, 膝下只有两位未到总角的公主。 后宫娘娘们都卯足尽要生皇子, 自然无需避孕。 除了芸汐公主, 此人极有可能是她的宫女。 这个想法引得我振振兴奋的战力。 我低眉顺眼, 伸手帮她提东西。 对不起, 都是我眼瞎才害姐姐摔倒。 你拿这么多东西, 要去哪儿? 我来搭把手赔罪吧。 宫女只冷哼一声, 攥紧手上的东西, 用身体撞我个裂前。 拿开你的脏手, 滚。 说完便脚步匆匆走远。 我倒退几步堪堪站稳, 手斧上刚刚被打的地方。 肿得很高, 可我完全感受不到疼了。 只因我看见, 宫女走到明秀湖边, 迈进女真树丛, 消失不见。 那地方我曾多次路过, 满目望不到头的绿色。 从未想过, 那还隐藏着一条道路。 我毫不犹豫跟上去, 沿着宫女脚步穿行在树丛间。 越往深处走, 植被越发稀疏, 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空地。 显然此处藏着秘密。 我的心因为激动, 砰砰跳个不停, 只是, 刚刚的宫女去哪儿了? 我努力辨认她 留在空气里的味道, 还是不小心跟丢了。 好不容易到这儿, 我可不想无功而返。 我有些着急, 忽然听见不远处 类似杯盏重重落地的声音。 还有女子穿透 红墙青瓦的尖叫, 喝,喝,喝, 就知道让本宫喝。 我本能觉得 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当即寻生来到 一座宫殿前。 红马脑, 紫翡翠 与南海珍珠 做成的匾额上, 龙飞凤舞写着, 摇华宫。 没错, 这是芸汐公主的寝宫。 我感觉心脏 一下下撞击着喉咙, 忍住心迹 望向敞开的黄金大门。 满地金砖 折射着耀眼日光, 刺得眼睛生疼。 我还是眨也不眨地 盯住一众宫女太监 簇拥着的, 耀眼夺目的正红宫庄女子。 原来, 她便是芸汐公主。 芸汐公主同皇上 有两分相似, 肤若宁之。 眉眼如画, 只是此时摄人心魄的美 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 她单脚踩在宫女头顶上, 将宫女的脸 按在碎瓷上, 反反复复碾压。 本宫为什么要喝壁紫汤? 人人都生的, 为何本宫生不得? 听到其他人颤抖的求饶声, 她没有心软, 动作愈发狠力。 眼神却空洞迷离, 仿佛思绪一下 飘到很远的过去。 想当初, 就像难产地 见人的那个鱼婆子, 本宫赏了她蝎子玉。 知道西域毒蝎吗? 毒针比最细的绣花针还细, 遮上去不会立刻要人性命, 却能将痛感放大一万倍。 老前婆白天还嘴硬, 说要活着回去 给女儿庆贺生辰, 夜里就受不住, 溺死在自己的血水里了。 哎, 真是可惜了西域毒蝎, 本宫养了好几年呢。 鱼婆子就是我娘, 她的话仿佛一把无形的尖刀, 无情地切割开空气, 还将我的心剁成碎块。 手不自觉握成拳, 我浑身颤抖, 全身血液叫嚣着, 现在就冲过去杀了她。 只是看到刚刚在御花园打了我的宫女, 如今容貌尽毁, 继而咽气, 我又冷静下来。 芸汐公主残忍至极, 如果就这样杀了她, 岂不是太便宜她了? 我深吸口气压下心底的暴力。 剑公主发泄完怨恨, 满脸不怨地接过另一碗药汁。 药箱顺着风钻入鼻腔, 我略一分辨就意识到机会来了。 公主, 这药不能喝。 芸汐公主拿药碗的手一顿, 我迎着她锐利如飞刀的视线, 三两步上前, 跪倒在她面前解释。 此方同时添加水银、 冥凡、 礼粉, 虽能避孕, 服用后却会严重损害神经, 造成危险。 您若需要, 奴婢可以为您调配更温和的婢子药, 绝不损公主奉体。 芸汐公主轻缓的声音柔柔响起。 小宫女, 你懂医术? 她似乎感兴趣。 我重重磕头, 毕恭毕敬回答。 奴婢自幼体弱, 曾和府中女医学习过一段时日。 愿为公主分忧解难。 芸汐公主没再开口。 我贵福在地, 看不到她的表情。 只能感受到她的阴影将我整个人笼罩, 带着极强的压迫感。 许久, 她才阴口清气。 来人, 把她拖下去, 品尝御花园所有植株, 太医院所有药材。 记住, 鹤顶红断肠草, 一定要最后在位。 她若早早死了, 没尝到的便由你们顶上。 她为什么没对我的提议动心? 我一时忘记规矩, 错愕抬头直视公主。 她正伸出舌头, 舔是剑上嘴角的血, 居高临下扫过我, 咯咯笑道, 古有神农是长白草, 你既自诩懂一, 也该效仿咯。 我还想说些别的打动她, 可两名太监以一左一右, 麻利架起我的胳膊, 将我拖到御花园。 一人把我按在地上, 身体跪坐在我的后背上, 让我动弹不得。 另一人挖来整株绿植, 根须还带着泥巴, 塞进我嘴里。 肥水恶臭味迅速涌进鼻腔, 强烈的恶心感, 自腹部升起, 冲到喉咙。 小指粗的枝条卡在喉咙上, 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牵动的五脏六腑都错位地灼痛, 更让我完全没法思考。 从御花园到太医院, 短短一里路, 该如何自救。 恰好此时明皇一百映入眼帘, 听不出情绪的男声在头顶响起。 这是在做什么? 全皇宫唯一能穿明皇的人, 最有可能救我性命的人, 皇上。 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 趁负责制服我的太监请安时, 我想抓住救命的稻草, 伸手颤威威抱紧皇上的靴子。 他下意识要踹开我, 只是迎上我可怜, 祈求的目光, 一时停住动作。 我娘说过, 皇上最喜欢楚楚可怜, 将她奉为救世主的女子。 果然, 她骤然放光的双眼浮现一丝惊艳, 如同连衣一圈圈荡开, 随即蹲到我面前, 两指捏住我下巴, 迫使我抬头, 饶有兴趣地打量, 可不知为何? 可不知为何, 很快就丧失兴趣。 冒犯公主, 自然是死路一条, 心猛的一尘。 她好整以侠, 欣赏完我的恐惧, 失落和惊慌, 又扑吃戏谑道, 若坐镇的嫔妃, 自然能逃过惩处。 我的呼吸停滞片刻, 只要能报仇, 我并不在意采取何种手段。 若能成为皇上的宠妃, 爬到权力巅峰, 应该也能将芸汐公主拉下云端。 答应吧。 开口前我习惯性吸了吸鼻子, 引以为傲的嗅觉忽然捕捉到皇上身后的灌木丛中, 一缕极淡的药香, 婢子汤的味道。 我心中顿时警灵大作, 芸汐公主正躲在那儿。 皇上的提议极有可能是陷阱, 想到这我急忙磕了个响头。 谢皇上抬爱, 可奴婢一心只盼望服侍公主, 甘愿接受公主惩罚, 只求皇上能饶奴婢一条性命, 好让奴婢为公主当牛做马。 皇上闻言, 立马转身对灌木丛笑道, 芸汐, 朕替你测试了, 这丫头禁得住诱惑, 可以留下伺候你。 芸汐公主火红的身影, 窜出灌木丛。 摟住皇上脖子, 双腿胯上她腰间, 只是毒辣目光凝固在我的下巴, 皇上刚刚摸过的地方。 用强酸洗遍脸, 本宫便答应了。 我如愿成为公主身边的宫女, 男之。 夜里, 我顶着烂红的脸, 向芸汐公主行礼问安。 我自然不会傻到真用强酸毁容, 只是用了些草药, 让脸看起来吓人。 芸汐公主坐在纯金打造的椅子上, 眼睛眨也不眨地观察我, 说千方百计接近本宫, 究竟有何意图? 我在心底叹了口气, 芸汐公主虽然残虐, 但并不愚蠢。 面对这样的对手, 必须打起万分精神, 绝不能行刹踏错。 于是, 我也凝视芸汐公主 熠熠跳动着 沈氏的锋芒的黑眸, 向她展露真挚。 奴婢死去的爷爷托梦, 说公主命数暗和紫微星, 将诞下历代以来 最至高无上的君主, 只是公主又于身份, 特命奴婢前来相助。 这便是冒用身份的好处, 县令大人的老妇 却为有名的天师, 禁得起公主查证。 公主的护甲, 八搭折断在扶手处, 她朝我面门丢来查展。 你可知本宫与皇兄的关系, 竟敢说如此鬼话, 匡骗本宫。 我跪在离公主不远的地方, 查展并没砸中我的脸。 反倒落在旁边, 其实她内心渴望我说下去。 我微微一笑, 满足她的期待。 奴婢爷爷就怕您不信, 还告诉了奴婢一个秘密。 我朝开国始祖圣地, 便是同父异母兄妹的儿子。 属于始祖圣地的时代, 距今百年有余, 自然没什么人知道 这桩旧了秘室。 就连芸汐公主也不知情, 一双美目骤然放大, 嘴张得像樱桃, 久久没有合拢。 大约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她忽然开口。 墨香,去时事阁, 行事隐蔽些。 她身旁衣着华丽, 堪比官家小姐的宫女服身退去。 时事阁我知道, 存放历代皇室成员 出生资料的地方。 快去查吧。 以前为了更好替宫里的贵人接生, 我娘读完了时事阁所有的文书。 这个秘密, 是她忍不住和爹分享时, 我偷听到的。 一炷香后, 墨香去而复返, 附在芸汐公主耳旁小声说话。 我虽听不清对话内容, 却清楚看到, 烛火映在公主脸上, 照出她动心的瞬间。 她激动地站起身, 向我走来, 正要开口, 墨香却猛地拽住她的衣袖。 公主, 此人来历不明, 不可贸然相信。 此话宛如一盆凉水, 浇灭公主的亢奋。 她挥手命我退下时, 我不住暗自惋惜, 就差一点, 她就上钩了。 但我相信, 希望的种子已经埋在芸汐公主心中, 一定会生根发芽。 夜里, 我站在窗前, 看刘云飘过心月, 听秋缠最后冥想, 久久不能入睡。 一家七口挤在一张大炕上的事, 好像就在昨日。 娘轻声讲起宫里的趣事, 爹用力挥竹扇红我们睡觉。 作为长女, 我搂住身旁最小的弟弟, 不让他踹妹妹的脸。 她好不容易不再闹腾, 却又咯咯直笑, 引得其他弟弟妹妹也跟着嬉笑。 这时娘总会假装生气, 他们便安静下来, 在娘轻柔的声音中慢慢睡去。 而我还会多撑一会儿, 打断她正讲着的能装下全村人的宫殿, 好奇问道, 怎样才能像娘一样去宫里当接生婆? 娘听完, 高兴地直摸我的头。 从那以后, 她教我很多接生技术, 又告诉我许多药理知识, 盼望我能继承她的一波。 当我自觉掌握理论后, 便求娘悄悄带我入宫, 亲眼瞧瞧生产的妇人。 她架不住我软磨硬泡, 便许诺, 只要我将山上的药草全部认全, 便会满足我。 听她这么说, 我便几乎从早到晚泡在山中。 学药, 采药, 刃药, 煎药, 不仅认全了山上所有药材的特征和用法, 还给村里郎中免费打杂, 学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医学知识。 娘出世那天早晨, 我满怀激动想让娘考我, 借机向她展示学习成果。 可身穿太监服的人不由分说, 拽住她, 便上了马车。 和之前一样, 娘晚上没有回来。 我知道富人生产辛苦, 往往要拖一两天, 想到娘接生也辛苦, 就上山给她采些补药。 那晚借着星月银辉, 我运气特别好, 竟找到一株价值十两银子的老山参。 满心欢喜回家时, 却在离家不远处瞧见, 一个黑衣人蒙面从我家出来, 在院子里细细搜寻。 他的刀在月下泛着圣人的惨白光, 很快便被家中积压的鞋染成飞红。 我浑身颤抖, 但坚持到他走后, 又等了半个时辰才赶回家。 月色下, 爹爹, 弟弟妹妹, 还有常来玩的傻姑, 琪琪躺在炕上, 像是睡着了。 可他们早已没有声息, 全身布满红疹, 四肢肿大, 死状和突发恶极无意, 但我发现他们口唇轻子, 双眼突出, 定是被逼服下剧毒, 毒发身亡的。 只是下毒之人狡诈, 所用之毒若非当场捉住, 事后无法验出, 没办法报官。 我连夜埋葬他们的尸身, 走了一天, 来到皇宫外, 想找娘, 请宫里的贵人帮帮我们, 却听到了娘的死讯。 我察觉到他们的死有蹊跷, 可始终不知为何。 我徘徊在皇城外, 凭医术虎口度日, 四处打听, 直到某次, 我无意救下一名 晕倒在路边的女子, 皇上身边大太监的外侍, 与她相熟后, 她告诉我, 因为救下南产皇后, 我娘遭到芸汐公主急恨与虐杀。 她为斩草除根, 又派人杀了我全家。 得知真相的那天, 我面上端着听八卦的礼貌笑容, 掌心却因愤怒 被指甲掐得鲜血鼓鼓。 芸汐公主, 她竟害我家道如此, 当时恰逢临县县令之女 要入宫选秀。 她已有一中人, 宁死不去, 于是我便提议 顶替她的身份入宫。 爱女心切的县令 不仅帮我买通宫里的公公, 还帮我伪造从小到大的经历, 以保万无一失。 一阵风吹起沙粒, 草根,树灰, 吹进我的眼睛。 我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凝望着芸汐公主 烛火通明的寝殿, 固执地不肯移开视线。 第二天天刚亮, 我端着婢子汤, 在其他宫女看将死之人的怜悯眼神中, 走进寝殿, 也不怪她们会如此。 之前送婢子汤的宫女, 十有八九都会被芸汐公主虐杀, 即便侥幸没死, 也会落得一身伤残。 其中有一个, 现在还躺在心者库 无人去的仓库中, 大小便护满全身, 动弹不得。 殿内? 芸汐公主正栏栏躺在镶嵌着水晶的黄金床上, 见我将托盘放到桌上。 猛地起身, 上前两步一巴掌将我扇倒在地。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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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怕本宫怀上呗。 我跪在地上, 小心为公主穿上鞋, 讨好道。 公主, 奴婢也正想劝您来着, 何苦喝下她伤害子微星。 芸汐公主要踹我的动作一顿, 她素来厌恶被人强迫作势, 所以才对喝婢子汤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如今我劝她别喝, 反倒击得她端起药碗, 送到嘴边。 哼, 本宫的事轮不到你插嘴。 汤药沾到婉颜那刻, 原本平静的汤药忽然开始冒泡。 咕嘟咕嘟咕嘟。 声音愈演愈烈, 没一会儿黑色药汁竟变成红色, 仿佛滚烫热血。 芸汐公主立马将药碗砸到我头上, 墨香更是抬腿踹向我心窝。 大胆宫女竟敢谋害公主, 来人把她拉出去障壁。 我咬唇忍住药汁当头交下的滚烫, 推开钳制我的太监。 迎上芸汐公主震惊的目光, 捧起地上的婢子汤, 故步地烫就喝下。 公主, 奴婢愿以身试毒, 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晚要, 奴婢绝没下毒, 恳请公主找太医一宴。 墨香冷笑一声插嘴道, 婢子汤变色沸腾, 人人可见, 还需要什么太医? 芸汐公主却缓缓抬手, 止住所有人的动作。 饶有兴趣看了我一眼, 吩咐道, 宣太医。 很快, 太医赶来仔细查验后, 告知公主撒在地上的婢子汤 和平常无异。 芸汐公主 趴得砸碎手边的观音响, 那为何会由黑变红, 冒出气泡? 难道是本公主眼睛瞎了不成? 一众太医跪在地上,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浑身发抖, 不知如何作答。 我不由地仰起一抹冷笑, 他们自然发现不了。 我在芸汐公主的蜿蜒上, 抹了一层无色无味赤眼金龟枝, 只要接触到水, 便会产生大量热气, 让水沸腾。 过程中会染红液体, 之后随蒸汽挥发, 不会有任何残留。 这是我偶然发现, 给弟弟妹妹变戏法的把戏, 没想到会在这派上用场, 想到这我收起嘴角的冷意, 垂手恭敬道, 公主, 我知道碧子汤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只是, 我冲她几眉弄眼, 芸汐公主很快领会到我的意思, 冷冷吩咐其他人都滚。 当屋内只剩下我和她, 还有墨香后, 我欢心到, 公主, 奴婢猜想您腹中已有未来君主。 一定是紫微星显灵, 通过碧子汤示警, 劝您不要伤害她。 没有自己的孩子, 一直是芸汐公主的心魔。 如果说我之前的话只是在公主心中埋下种子, 如今的异象则直接让希望破土而出, 以不容拒绝的茂盛姿态展现在她面前。 而我要做的, 是捧着她直到高耸的云间, 再骤然松手, 将她摔到粉身碎骨。 我掏出藏在怀中的药方, 双手递给她。 恭喜公主, 奴婢有意保胎金方, 可保未来君主在您腹中身强体健, 万无一失, 特意拿来献给您。 我笃定公主不会拒绝, 毕竟她没经同意, 便怀上皇上的孩子, 不敢惊动太医院。 芸汐公主没有犹豫的结果, 亲手扶我起来。 好奴才, 你以后就和墨香一样, 贴身伺候。 她说完, 便将药方交给墨香, 又在她耳边小声几句。 我不用听都知道, 她定是让墨香去验药方。 墨香路过我身边时, 恶狠狠弯了我一眼, 眼神中好像在说。 只要药方查出问题, 我就别想活过今天。 我自然知道这药方有问题, 可唯一能看出猫腻的人, 已被芸汐公主溺死。 墨香去了很久才回来, 冲芸汐公主微微点头。 宫里宫外都找人看过了, 大不知药, 没什么特别。 公主看我的眼神终于亲切许多, 看她满心欢喜, 每日按保胎金方服下补药。 我末地回想起娘生前告诫过的话, 是要三分读, 即便是不要, 有些过量, 或是同时服用, 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公主很快便有了恶心呕吐的早孕反应, 她无法抑制欣喜, 日夜抚摸平坦的小腹, 眼神期待。 只是公主, 你真以为傅中怀的是孩子吗? 正当姚华公难得陷入祥和, 我也取得公主信任, 以为计划会顺利进行时, 公主忽然晕倒在皇上面前, 引得太医当面诊治。 太医把脉后, 跪在地上, 闪烁其词。 皇上, 公主她, 她。 皇上历声质问, 她怎么了? 太医抓着花白胡须, 心一横。 公主已有三月身孕, 皇上闻言, 猛踹太医后背, 放屁, 不可能。 可经过多名太医的诊断, 皇上不得不接受公主怀孕的事实。 她高坐金蚁, 甚至没有去看上在晕厥的公主一眼, 便冷冷吩咐太医, 赶紧堕胎。 随后辟逆着跪了一地的太监宫女, 愿毒的目光在所有人之间转圈。 你们没有伺候好公主, 害她怀孕受苦, 全部拉出去障壁。 门外的侍卫瞬间涌进来, 坚持有力的手扣住我的肩膀。 我抬起头, 只看到皇上决绝, 定要我死的面庞。 皇上, 大太监匆匆闯进来, 向来妥贴圆滑的他, 浑然忘记皇上讨厌大肆喧哗的事, 显然恐惧到极点。 不好了, 太和殿突然走水, 大火烧毁龙椅。 皇上脸色斗变, 猛地站起来, 茶水湿了一身也没察觉, 眉头拧成穿字,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也难怪, 太和殿为历代君王登基, 大婚的重要宫殿。 是君主盛名的彰显, 更是太平盛世的象征。 皇上异常重视, 每天派专人把守, 殿内也不许点明火蜡烛。 现在却走水了, 还把龙椅烧了。 芸汐公主此时悠悠行转, 恰好听闻走水之事, 便在皇上耳边念叨。 此事非同寻常, 皇兄定要叫钦天坚来问问。 经此一事, 仗毙我们的是暂缓。 侵天间先去太和殿查看, 之后便到姚华宫禀报。 皇上, 太和殿走水, 龙椅被烧, 皆因您逆天而行, 抑郁伤害芸汐公主腹中的紫薇星, 故而降下天法。 望皇上三思而行。 皇上坐在芸汐公主床边, 盯着腹部威龙的公主, 神色晦暗不明, 重复念叨。 紫薇星, 天法。 芸汐公主顺势揽住皇上的脖子, 整个儿倒进她怀中, 留下两行青泪。 皇兄, 顺应天意, 为了江山设计, 就让我生下孩儿吧。 皇上沉吟许久, 还是点头答应。 公主双眼皱亮, 猛亲皇上的脸颊, 眼神扫过跪了一地的我们, 终于想起求情。 那这些宫女太监也都放了吧? 现在, 这时候我可不敢换生人伺候。 皇上走后, 公主将我单独留下。 她坐在床上, 靠着墨香的肩, 脸上不负钢材的楚楚, 剔头盖脸骂道, 刚刚本宫都要被你的搜竹一吓死了。 万一被发现怎么办? 我笔直跪在地上, 笑道, 紫薇星福泽身后, 怎么可能被发现? 公主冷哼一声, 你知不知道打点青天间 和太和殿的太监 花了本宫多少银子。 而且, 她说到这, 她的折断护甲, 若这胎不是儿子, 公主的担忧不无道理。 倘若生下女儿, 今日侵天间的话, 统统都会变成笑话。 只是她不知, 她根本生不出任何孩子罢了。 莫香忽然从怀中掏出精致的药盒, 捧在手上献宝道, 公主, 这是奴婢特意寻来的转胎丸, 只要吃下, 即便此刻腹中是女儿, 也可转为儿子。 她满脸能为公主分忧的自豪, 没注意公主眼底的阴毒。 我事实指责莫香, 你懂不懂什么叫紫薇星? 懂不懂什么叫未来君主? 公主腹中本就是皇子, 这要分明是多此一举。 没作用倒还好, 若是因此伤到龙子, 你就是千刀万剐, 也难辞其咎。 听我说起紫薇星时, 公主的眉头稍稍舒展。 而当我提起有可能伤到孩子时, 公主一把将墨香推倒在地上, 连带转胎丸, 也在地上沾了一圈灰。 墨香行事莽撞, 罚奉三个月。 墨香跪倒在地, 满眼不可置信。 她与公主一道仗大, 自诩情分非常, 如今公主竟无端责罚。 可我知道, 这只是开始。 那道保胎药方特意添加了调节气血的药物, 表面上是保母子平安, 实际上会促进母亲体内分泌一种物质, 大大激发母亲的保护欲, 异常珍重腹中胎。 在这种药物的作用下, 无论是谁, 只要意图伤害孩子, 都将成为芸汐公主的死敌。 自传胎丸一世后, 墨香越来越摸不清芸汐公主的脾气, 多次惹恶公主, 罚去数月俸禄, 而我因办事得力, 成为公主贴身婢女, 时刻伺候在身边, 如今是公主跟前的大红人。 这天, 我为公主清摇菩萨, 低声献祭。 公主, 奴婢查阅史籍, 发现无论孔孟先生, 还是诸葛孔明, 都在胎儿时期接受过胎教。 奴婢斗胆, 也请公主为紫微星安排胎教。 在药物作用下, 公主对胎儿越发上心。 刚听到有利于胎儿, 立马双眼放光追问。 何为胎教? 我放清手中的动作, 浅笑道。 胎教即是在胎儿时期开展教育。 其实高雅音乐和诸子百家的论著, 胎儿在腹中都能听到。 只要时常聆听, 便可刺激胎儿大脑发育。 日后的成就, 自然不可限量。 公主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 难怪那些圣人非同凡响, 原来是因为早在腹中就接受胎教。 见他上钩, 我故作深沉。 只是, 胎教也并非谁都可以教。 我故意停顿片刻, 引起公主的好奇。 若想孩子成为智者, 就得请智者抚擒朗诵。 而您腹中的紫微星要成为未来君主, 那她的胎教, 自然得请皇上。 芸汐公主几乎没多加思考, 就让我以她身体不适为由, 请皇上过来。 起初, 皇上为了哄芸汐公主高兴, 又是抚琴, 又是念诗, 其乐融融。 可很快, 皇上就厌烦了。 他日理万机, 每天也就睡两个时辰, 现在还得再分一个时辰胎教。 长期睡眠不足, 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又有几个男人愿意。 奈何他嫁不住公主, 又是哭又是闹, 又是以紫微星生气来威胁,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胎教。 好几次, 我都看到她面露不悦出门, 头也不回离开姚华宫。 看公主的眼神, 也不似先前恋爱,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厌恶。 若是往日, 聪颖的芸汐公主 并能洞悉皇上的心思, 做出改变。 可现在, 她满脑子都是胎儿, 其他一切都不放在心上。 与皇上无形中渐行渐远, 不只是皇上, 连速来最忠心的墨乡, 看向芸汐公主的眼神, 也开始出现担忧。 这天公主在院子里荡秋千, 突然口渴, 墨乡忙不迭将地水的我挤到旁边, 殷勤献上一盘子到发黑的葡萄。 公主, 这是您最喜欢吃的葡萄。 最能生津止渴, 奴婢特意寻来的。 公主拿起最黑的一颗, 神色怀念, 难得对墨乡柔和。 本宫倒是想起, 与你去避暑山庄摘葡萄的时候, 这段日子, 委屈你了。 墨乡眼尾微红, 而我夺过公主手中葡萄, 打破他们的主仆情深。 公主不渴。 芸汐公主还没反应, 墨乡已然大怒。 难知你什么意思, 这是公主最喜欢的葡萄, 我千辛万苦找来的, 难道你想诬陷我下, 毒害公主不成? 看着面露不悦的公主, 我摇头道, 我相信你没有谋害公主之心, 可你的无知却在伤害公主腹中的皇子。 公主灯石面色大变, 掏出手帕拼命擦拭刚刚摸过葡萄的手指。 墨乡跪倒在地, 公主莫听难知胡言乱语, 葛宫娘娘有孕都能吃葡萄, 这怎么可能会伤害小皇子呢? 墨乡说完, 但我的眼神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 芸汐公主似乎也觉得葡萄无碍, 面色沉沉看我。 我义正此言, 指着葡萄。 若是普通葡萄, 奴婢自然不会拦您。 可您仔细看, 这是一串熟透的葡萄, 那可就大不相同了。 公主顺着我手指瞥了一眼, 瞧不出所以然。 有何不同? 我轻壳一声解释, 葡萄熟透会因发酵而产生酒的成分。 想必您知道, 怀孕妇人不得饮酒, 否则可能生下鸡胎。 不仅如此, 熟葡萄糖分极高。 太医院的太医早提醒过, 不宜高糖饮食, 否则胎儿过大, 可能母子俱损。 公主听完, 立马宣太医, 得知我说的无误, 不顾墨香多年的体面, 当众将她仗则二十。 往后的日子, 她对我越发信任, 每口药, 甚至每粒米都要问过我, 确保对胎儿无害, 才放心吃下。 长此以往, 我能感觉到墨香对我的嫉恨与日俱增, 只是没想到她竟能找到最薄弱处, 给我致命一击。 芸汐公主有孕, 各月时, 突然要吃枣泥桂花糕。 天逢御膳房会做这高的厨子, 她气得直接将皇上刚送的红珊瑚百剑砸了个稀巴烂。 本宫今天若吃不上, 便将你们这些废物统统丢入龙屉蒸熟。 公主震怒, 整个姚华公的氛围室室, 宛若夏日雷雨前的压抑, 大家都沉默着不敢说话。 墨香健壮, 悄悄将我拉到旁边, 小声商量。 公主双身子不宜生气, 咱俩做枣泥桂花糕, 哄她高兴吧。 我有些为难看它 这 我并不擅长做糕点 更何况 枣泥桂花糕做法本就繁复 先用掉浆剂法 将糯米制成水墨粉 再将小枣去和蒸熟捣烂成泥 浮以核桃肉 凤梨 青梅等十几种果料 拌成线芯 包入水墨粉 表皮刷三层糖桂花 蒸制时还需恰到好处的文火 既要保证糕点熟透 又要避免过于干燥 根本不是我能做成的 听完我的顾虑 莫相投回亲密揽住我的肩膀 笑道 放心 我手艺很好 公主可喜欢吃我做的糕点了 你就打打下手 帮我确认别错用不适宜的食材就行 几个月来 墨香一直不喜欢我 如今忽然放低身段 让我本能觉得有问题 我知道自己不该答应 只是余光贴剑 面色苍白如纸 眼中流露哀求的其他宫女 我不由得心软 若我不答应 芸汐公主确实会把她们都争了 于是点了头 到了小厨房 我听从墨香的吩咐 清洗果料 搅拌线心 揉搓水墨粉 精细活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做的 两个时辰后 吃上枣泥桂花糕的芸汐公主 终于露出满意笑容 墨香并没在糕点口味上坐手搅 向真心讨公主高兴 我正暗自感叹 刚才太过多心时 意外出现了 公主自觉小腹下坠 腹痛难忍 我连忙扶她躺到床上 掀开裙摆一看 下身隐隐见红 是要滑胎的征兆 姚华殿地处偏僻 等太医赶来 公主腹中的秘密就会暴露 我深吸口气 压下心头泛起的惊慌 掏出针盒 施展针法 穷尽所学 保住她的肚子 赶来的太医 确认公主无恙 没一会儿便查明 枣泥桂花糕中 混入一定量的红花 我不由暗自冷笑 原来墨香在这儿等我呢 怪不得她会额外添加牛乳 柠檬汁和蜂蜜 如此方能中和红花气味 我正要揭发 墨香更快一步跪倒在地 双手扒住公主的床颜 公主 红花是难之放的 芸汐公主头低脚高躺着 略微困难转头看她 眉心一跳 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墨香重重磕头 糕点出了厨房 一路都有许多宫女 在旁边看着 能下手的 只有做糕点的奴婢和南枝 奴婢自知没做 必然是南枝所为 奴婢曾见贵妃娘娘 送南枝一块金钉 当时还奇怪来着 现在想来 定是那时她就被收买了 感受到芸汐公主 带着威压的目光 我也跪倒在地 但身形笔直 不慌不忙 奴婢若是贵妃娘娘的人 何必巴巴相助公主 又何必施针相救 墨香说的根本站不住脚 芸汐公主一时没说话 倒是墨香抬起头 满脸怨恨看着我 同刚才的亲热判若两人 因为你是余摩摩的女儿 余乐安 从头到尾 你都没想过帮公主 诞下怜儿 而是勾结贵妃 给你娘报仇 此话一出 别说芸汐公主 固步的身体不适 从床上精坐起 我的心也漏跳半拍 我面上露出 恰到好处的困惑 于嬷嬷是谁 她女儿又为何 芸汐公主一双美目流露冷意 利落打断我 住口 随后又吩咐心腹 周嬷嬷去搜查 一住香后 周嬷嬷手捧托盘回来 上面放着沉甸甸的筋钉 这不是宫女能有的东西 墨湘见状投来得意一瞥 笑得猙獰 事到如今 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芸汐公主望着托盘 面色沉沉 无意识地抹扎着拇指 是要杀人的征兆 我保持得体的微笑 反问周嬷嬷 东西是从哪搜出来的 周嬷嬷低头行礼答道 回禀公主 东西是从墨湘屋里找出来的 被指明的墨湘 脸色陡然难看 视线落在我勾起的唇角 又惊又怒 你早就发现 又把东西塞回我房里了 我自然不会告诉她 我的嗅觉异于常人 能闻出她溜进我房间后 留下的味道 墨湘的身体开始颤抖 耿着脖子强装镇定 金钉算我失茶 可男之的确是 于默默的女儿 错不了 芸汐公主脸色晦暗不明 沉吟道 本宫记得 于婆子的女儿一吃紫薯 便会浑身发痒 呼吸不畅 话音刚落 热腾腾地蒸紫薯 便摆到我面前 我特意跪爬到芸汐公主面前 好让她看清楚 我吃完紫薯的全过程 从我娘亡死那日起 我每天都练习吃紫薯 早已耐受 此时今日不当值的孙侍卫 也匆匆赶来 十分笃定 于家六口全部毕命 其中五个孩子 三女两男 不会出错 我垂下眼瞼脸 去恨意与嘲弄 傻姑的确与我同碎 只是在抬头 眼底一片无辜 事到如今 孰是孰非 相信公主自有功断 芸汐公主面上照着层寒光 争宁又疯狂 墨乡处以水行 就在院里行行 让所有人都看看 被主是什么下场 至于你 她转头望向当时送糕点的姓燃 一把扯烂手边的围蔓 便将那些珊瑚全部吃掉 那便是比吞金还痛苦的死法 幸然年幼 还没听完此话 眼皮一翻晕了过去 我实在不忍 磕头道 公主 墨香说过 送糕点的人 没机会动手脚 还请公主 为皇子祭福 不要枉杀无辜 夜里 墨香被绑在凳子上 头低脚高 面上盖了块帕子 诗行人将辣椒水 均匀倒在她脸上 很快 帕子显出她渴望空气的口鼻 不过她能吸尽肺里的 只有火辣辣的魔鬼胶 我亲眼看着墨香 挣扎了一个时辰才断气 她头顶的月亮藏在云后 蒙着层薄纱 仿佛和我一样 心是重重 我决心杀墨香 并不是因为 她处处针锋相对 而是那晚 她喝醉后 无意透露 那接生婆子 说要回去给女儿过生辰 吊着口气 一直不肯死 哼 她不死 我就得一直盯着 所以我呀 就找了根竹竿 把她按进血水溺死了 墨香死后 芸汐公主 愈发相信我 最后只吃我精手的饮食 我自然也贴身照料 事无巨细 看她日益隆起的小腹 同她一起沉浸在美梦中 只是我俩梦的内容 应该不大相同 时间一晃 到了她预产期前一周 芸汐公主荡着秋千 听完我的话 眼睛瞪得老大 压低声音重复道 喝催生药今日生产 为何 我凑近她摇耳朵 揭示始祖圣地的生辰 芸汐公主 明白我的意思 寻常人家尚且偏爱与长辈同天生辰的后四 更何况皇室 她还在荡秋千 只不过明显放慢速度 整个人显得心不在焉 许久才纠结道 应该不会伤害孩子吧 这便是动心了 我微笑道 公主放心 奴婢配的药绝不会有损母子 话是这么说 事实上 喝下催生药的芸汐公主 应该会感觉到血肉一层又一层玻璃的痛苦 姚华公送出去二十多盆血水 芸汐公主的惨叫飘荡至云顶 自早到晚 皇上在外殿不安夺步 怎地生了一个白天还没生下来 来人 把鱼婆子叫来 朕记得当时皇后难产 便是她宝的母女平安 乍然听到我娘 我心里重重一跳 随后马上有人告诉她 我娘早已死在芸汐公主手上 我站在角落处 眨也不眨盯住皇上的脸 她会为我娘说句公道话吗 皇上烦躁地用鞋擦拭着地面的水痕 择了一声 下贱玩意儿 死得真不是时候 我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趴得断了 好半赏才回过神 喜欢芸汐公主的 能是什么好东西 此时周嬷嬷手捧紧合 跌跌撞撞跑到皇上脚边 猛地跪下 颤抖的身体 拖着一群 不断发出沙沙声 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皇 皇上 声 声 声 皇上 皇上固步地怪罪她失疑 激动到声音都变掉 朕的长子诞生了 只是当她看到锦盒里的东西时 欣喜表情骤然凝固 变为恐惧 随后弯腰呕吐不止 陪同皇上的嫔妃纷纷来看 当她们看清后 无一例外 全都花容失色 胆小的 甚至直接哭了 锦盒里 装着三拳大的肉球 没有五官 没有四肢 却富有皮肤 露出歪斜白骨 顶端有堪比成人的毛发 还有十几颗密密麻麻 挤在一起的牙齿 没错 芸汐公主自始至终 没有怀孕 她怀的 不过是鬼胎而已 我娘发现 过于大补的助孕药方 会使人长出鬼胎 一种神似胎儿的流子 皇上砸碎手边的花瓶 甩袖而去 素来热闹的姚华宫 瞬间变成冷宫 芸汐公主生下鬼胎后不久 便强行坐起身 顶着毫无血色的脸 爬满血丝的双眼 恶狠狠瞪着我 沙哑质问 这便是你说的紫薇星 毫无掩饰的杀意迎面扑来 我跪在她面前 身形和声音依旧平静 奴婢确实不知为何 可否请青天间疑问 胖胖的青天间一路跑来 不断擦拭额头冷汗 语气到很平静 公主腹中的确乃紫薇星将士 且公主命数契合帝王星 只是 她停顿片刻 见芸汐公主皱起眉头 才缓缓道 有煞星刻害紫薇星 若是寻常煞星 定不是紫薇星的对手 可这煞星来历不寻常 与紫薇星同缘不说 竟是三个怨灵所化 其中一个 从未见过天日便成煞 青天间每说一句 芸汐公主的脸变白一分 大概是想起 她从前与驸马生的三个孩子了吧 天知道 我散了多少财 看了多少病 才打听清楚 皇上为了抢回已嫁的公主 摔死她两个孩子 还剁了她腹中胎儿的事 我正回忆着 芸汐公主忽然强撑着 从床上起身 拿着形如弯月的尖刀 摇晃出门 你夺了我做母亲的希望 我一定要杀了你 不用猜 就知道 她肯定去找皇上的麻烦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腰上的香囊 忍不住勾起唇角 这能让人发狂暴怒的草药 我配得不错 青天间冲我略略汗手 迈着细部离开 自始至终 她都是我的盟友 倘若芸汐公主肯花点心思 了解底下的人 便会得知 青天间与夫人抗力情深 甘愿为救下难产夫人的接生婆 赴汤蹈火 芸汐公主发疯 用御刺新月刀 将皇上的龙根砍下来了 她身边的孙侍卫 已死相护 公主不知所终 殿外奔走声 不断涌入耳中 此时 我身处姚华公 将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全部销毁 心情愉悦 新月刀上 早已抹了剑血封喉的剧毒 我猜此刻 那张无情嘲讽我娘 死得不是时候的嘴 应该都黑了 杀害皇上 芸汐公主无论如何 也没有活路 这场仇 我已经报完了 虽然不能亲眼看到 皇上和芸汐公主的死 是有些遗憾 不过今日始祖圣地生辰 宫内守卫少了一半 趁乱逃离皇宫 才是明治之举 我抬腿要走 刚转身 便与芸汐公主 撞了个满怀 她一把 捏住我的手腕 仿佛要掐碎她 是你把我害成 这个鬼样子的 墨湘说的是真的 你的确是 鱼婆子的女儿 贱人 我一直觉得 芸汐公主 的确是最残忍 又最聪明的女人 见我要走 便猜出事情的始末 事到如今 我和她没什么好说的 只安静地用看已死之人的眼光 看着她 她几乎咬碎银牙 癫狂的声音 自牙缝钻出 你和你娘一样 都是贱人 天生的贱坯子 给本宫做垫脚的石头 都不够格 她的话成功勾起 我溢在胸口的愤怒 只不过对上 她精量算计的眼神 我很快从 激将法中抽离 冷冷甩开 她枯瘦的胳膊 永别了 公 主 一缕眉烟 毫无预兆 钻入鼻腔 我此时才发现 门外火光 七力照耀 姚华公 早已沉入火海 趁我愣神的功夫 芸汐公主 又将我的手反剪到身后 回应我刚才的话 一起死吧 剑 人 不一会儿功夫 请殿已经被烧得 劈啪作响 我安然助力在火光中 被芸汐公主反扣的手 已感觉不到痛意 因为我看到 我娘在不远处向我招手 她身后 还有爹 弟弟 妹妹 我欣喜扑进我娘怀中 大口呼吸她久违的体相 我娘轻拍我的背 声音不舍却坚定 复仇不该是你的一生 快乐平安才是 回去吧 乐安 话逼她猛地将我向前一推 我从临终前的乱象中惊醒 身旁的芸汐公主 早已倒在地上 后脑勺流血 身体抽搐 竟然恨恨丢掉花瓶 身后火光烧透 可她凝视我的眼 比星辰还灼烫 一字一顿认真道 你就过我 现在换我救你了 她说完 转动柜子上的花瓶 床边脚踏处 缓缓露出黑洞洞的入口 我从来不知 这里竟还藏有一条密道 更不敢相信 当时无意中 就下得送糕点的姓然 会在此时义无反顾住我 密道深处 坐落四方房间 正中央摆着个木箱 堆满金银细软 我和姓然不约而同 松开拉住对方的手 默契对视一笑 毫不客气地 笑奈了芸汐公主的宝藏 一年后 所有人都遗忘了 猝死的先帝和芸汐公主 继续浸在茶米油盐酱醋茶中 体会世间百味 而我和姓然回到家乡 用带出的钱财 开了个医馆 我想 我大概会和娘说得差不多 快乐平安地活下去 敦出的